Leo聊事記聽詠心 大家好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波斯人對上阿茲特克人 這場比賽是P&T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介紹一下藍幫選擇的是波斯人 波斯人他的特色是他城鎮中心的工作效率是非常快速的 但是他這個工作效率只僅限村民 那他的這個升級10代時候工作效率是一樣的 那這個是稍微有點可惜的部分 那波斯人他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單位是這個波斯工兵 銀貫技術點下之後 波斯的工兵再也不需要黃金了 只需要木材 一隻工兵相當大概是42木材左右的樣子 那波斯人除此之外 也有遊俠跟重裝駱駝可以使用 而且是三攻三防 所以波斯人的這個騎兵才是他的主力 步兵單位稍微弱了一點 連雙手劍兵都沒有 所以他的步兵系 只僅用長槍兵單位 那步兵部份就不太需要使用 那波斯人他的波斯戰相也是特別厲害的 但在實戰中很少出現 那我們就不納入討論 那波斯人的這個打法 比較屬於騎兵跟駱駝的部分 還有弓兵 還有火槍火炮為主的文明 那要值得一提的是 他的老頭科技線是不太完善的 沒有救贖思想 所以遇到如果阿茲打生頭戰術的話 很有可能會被壓制住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對方的這個文明 那紅色是選擇了阿茲特克 阿茲特克他的這個村民呢 有這個所有資源的攜帶量加三的效果 不管你是要打這個犀牛啊 踩這個木頭啊 果子啊 鹿啊 還有這個旁邊的這個黃金啊 九頭啊 全部都是加三的 所以阿茲特克人的前中後期 都是一個蠻穩定的一個曲線成長 經濟不會落到哪裡去 甚至還蠻厲害的 是在南北中文明裡面 我覺得他的經濟量是最好的一個文明 那阿茲特克人的老頭是比較有特色的 因為他的老頭的每點一個科技 都可以增加五點的血量 後期血量可以高達95滴血 跟一隻肉馬已經差不多了 那阿茲特克人 這個步兵才是他的主力 他的龍冠戰爭呢 可以讓步兵加4.3害 但是很可惜的是 他的槍兵是不能升到疾兵的 所以還是要用自己的暴勇士 或劍兵勇士 甚至老鷹作為主力 槍兵部分屬於堪用的部分 那阿茲特克人對抗工兵也是有一套的 他的銀冠技術 紫毛器點完之後呢 可以再增加一點的傷害 這個攻擊力 還有這個射程 讓戰矛冰島直接變成 帝王戰矛的一個素質 當然血量上來說是沒有辦法比上越南的 但是以這個加一攻加一射程的這個戰矛 威力還是不容小覷的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阿茲特克這邊的地圖 下面有黃金右邊有果子 那看起來是還OK 但是下方這個位置實在是太大片了 而且很難圍 而且目前的話算是四片 但是這四片離的距離是稍微有點遠 要圍架的話 要圍也是要圍一段時間 展覽地圖不是很舒服 而且黃金的部分都是一流在外面 他兩塊附近都在外方 沒有在裡面的部分 所以大家會打到中後血 特別注意自己的主金挖碗 可能會被壓制的一個情況 好 那接下來看一下波勢這邊 波勢這邊的話地圖看起來就更不錯了 這個稍微左邊圍一下 這邊圍一下 然後這邊呢 稍微小圍一下就可以了 好 全部小小圍 裡面好一片石頭 遇到對方阿茲裝甲塔塔工 可能也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也可以立即反擊回去了 那目前看起來果子這外面是比較難受一點 那這就要看波勢的造化了 好 那目前看到 波勢人已經點下了封建時代 那你們看到這兩邊的封建時代其實差不多了 但是你看波勢這個時間點 村民上就是多了一村 這就是波勢的城鎮中心 效率很厲害的地方 那他這個效果 在城堡時代更為明顯 因為大家都知道 城堡時代3TC開農 是一個常見的配置操作 經濟操作的話都是3TC開農 會比較常見一點 那波勢人的話3TC 基本上快到4TC的工作效率 那4TC的話 基本上是5TC了 所以波勢人的這個TC delay 是會比較常出現的 在實戰中 所以如果看到一些職業粉絲 看到他玩波勢 TC delay 你們千萬不能說 欸幹他很菜 他TC delay 所以不是這樣子的 人家TC delay是情有可原的 好 那目前看到波勢這邊 哇 拉了一村 想要去把後面的裝甲不兵給圍死 結果自己損失了一村 這波看起來是阿茲拿到了一點勝利 這邊圍家沒有圍起來 稍微可惜了一點 好 阿茲這邊想要直接衝進去 這邊再圍一個木牆 快圍 敲 繼續敲 這個要繼續敲 好 這邊還在繼續補箭石 還在往前走 有機會嗎 哇 幹了一些仰走 但是裝甲不兵血量掉了很多 還損失了一隻 這幾隻羊 有想要還回去的意思嗎 看起來沒有 這種不講武的喔 想要帶這三隻羊逃走 還是想要去攻擊羊 既然羊帶不走 那我就殺了他 事後表示 這個 骯髒的活就由我來做吧 那木牆快被打出去喔 拉山村來打架 我覺得可以 但這個肉馬不能死 阿你現在肉馬死了 阿這個老鷹你要怎麼追 當然用弓兵追是可以啦 但你要花很多時間喔 還有這個裝甲步兵喔 這就很麻煩了 而且你有沒有拿到羊這個主動權 你一定要拉村民去拿這個羊 這個村民的效益就被減少了很多 然後裝甲步兵這邊反打了回去 讓這邊村民喔 血量稍微下降了一點點 然後你只剩下一滴血 基本上沒有辦法做到其他事情了 這隻弓兵應該可以輕鬆解掉 這個 裝甲步兵的部分 看起來波斯這一波 有點小虧喔 但是他的這個村民 工作效率實在是太好了 已經是26村喔 領先村民喔 那波斯這邊點下了一級農田 那一級木... 會點嗎 那由於剛剛被偷了三隻羊的關係 造成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吃羊肉 被迫轉了一堆村民去吃果子 那吃果子這件事情喔 其實是很傷... 不能說傷經濟啦 就是一個經濟獲取喔 最差的一個選擇 實際地國裡面呢 資源獲取量最慢的喔 就是吃果子 那果子... 不吃其實也算是OK的 但免費的總是最香啦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免費的... 嗯... 免費的香三天 這個遊戲也是喔 實際上的遊戲也是這樣子 所以果子喔 雖然這個經濟效率最差 但人們還是會選擇去吃喔 免錢的最香 那波斯這邊呢 是轉出了毛兵跟弓兵 進行一個正常的防守 打法 對方的弓兵騷擾 那阿茲這邊沒有轉老鷹喔 那通常自己打工變成阿茲要配點老鷹會比較好 OK 喔 配了 剛剛講完就... 剛剛嘴他沒有按老鷹 不知道在雷...雷什麼 他上就點下了老鷹喔 嗯...現在已經有點... 預判他們的一個預測打法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喔 也不是很說是預測啦 就是你正常有經歷實戰的玩家們都知道 你這樣打法會遇到的問題是什麼 那通常會加以反之喔 也是正常的一個情況 好 這邊用弓兵兵分兩路喔 看到左邊的弓兵了 趕快拉毛兵過來 後面有一隻獅子在追逐喔 好 那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邊的一個操作 我想看到阿茲是分兩圖弓兵 左邊三隻弓兵 右邊也是三隻弓兵 但這邊有三隻弓兵進行防守當中 但是我們那個... 熟悉的老鷹來了 那看起來這裡的毛兵喔 是要鐵了心收掉了 也不管你後面的這個老鷹了 好 只要能射掉你三隻弓兵就完事了 這隻老鷹解不掉也無可奈何 好 但至少要趕快把這弓兵收掉 三隻毛兵應該是不用逃了 好 左邊的弓兵還在持續騷擾當中 但是波斯人喔 並沒有按太多的毛兵在防守 反而是補下了4級喔 還有一些弓兵喔出來擋一下 那為什麼不按毛兵防守 最主要是因為毛兵按多了 是傷經濟的 你會肉量消耗太多了 導致你上時代會輸人喔 所以有些人想要搶城喔 就故意不去按毛兵喔 當然這邊要特別注意喔 你要看對方是不是單射箭場 如果你看到對方雙射箭場 在出弓兵的時候 你這個毛兵就不能斷了 你連弓兵都不能按喔 你一定要全部去按毛兵防守 這一點的話 實戰上是比較常遇到的事情 那目前看到阿茲特份 是只有單射箭場 五個人挖金 是一個蠻正常的標準配置喔 單射箭場黃金壓制喔 就是這樣子喔 那這個配置來說 沒什麼好講的 這個可以直接順順升到城堡時代 應該問題不大 繼續產出弓兵防守也是OK的 反正有一級射嘛 這邊稍微控制一下弓兵 秀一下對手 這裡拉兩隻村民過來圍一下家裡 村民有點殘血 OK 射掉左邊的弓兵之後 拉了兩隻弓兵回家 五隻弓兵在家裡 開始扛了下來 那這裡的房子 待會再圍一圍也會比較好 因為待會如果真的3TC開始運轉的話 很容易會斷村喔 好 果子吃到最後一個 五個人不吃了 當成木槍來用 只能精打細算喔 好 波斯這邊一升到城堡時代 想要打的是騎士喔 那城堡時代打騎士有個優點喔 就是打對方的老鷹喔 是可以扛得住的 但是要特別注意喔 阿茲的均勻的工作效率是非常快速的喔 所以他打老鷹爆的話 數量一多喔 還是有機會可以反制騎士回去的 那通常會先把這個攻擊力升上去喔 反制騎士就會相當容易了喔 好 那波斯這邊直接升級好弓兵 騎士也出 打一個波斯加騎士的一個 波斯公兵加騎士的打法 但波斯公兵這個科技喔 雖然可以讓公兵不需要黃金喔 但是他需要的肉量是 基本上會要到這個 帝王時代一半的肉量喔 所以通常波斯會打波斯公兵的時候 都是帝王時代的事情喔 城堡時代就打波斯公兵喔 有點不切實際喔 而且會有這個出兵的空窗旗喔 好 那空窗旗是怎麼意思呢 就是你的兵力可能不夠阿 騎士雖然太少 被人看扁啦 然後就被人家打了一波就爆炸了 這是我自己玩波斯喔 常常遇到的一個問題喔 所以 玩 遇到阿茲特克這種老鷹文明喔 哇 直接上 英勇士 然後開始爆老鷹 這種奇特的打法喔 當然波斯也可以打長劍兵喔 但長劍兵的部分的話 我們剛剛有說到 波斯是沒有雙手劍兵可以升級的 所以雖然出太多的話 也很難接續到這個 帝王時代的兵種 那如果你出騎士的話 阿茲特克的老頭喔 血量又特別多 遭響又特別厲害 那這裡的部分 波斯可能就要 就要考慮要不要打一個混搭策略喔 那混搭策略是什麼 就是可能要轉奴炮啊 轉工兵啊 那騎士的部分喔 也是不能少 甚至直接轉肉馬喔 都是要去考慮的一個範圍 去一個範圍裡面喔 因為你不轉肉馬的話 一直轉騎士 待會阿茲轉一大堆的老頭出來喔 你可能就馬上被打臉喔 好 那阿茲這邊 轉的老鷹數量還不夠多 只有十隻 好 現在是九隻而已喔 那二級攻還沒有補 不過真的想要打贏的話 趕快補下二攻喔 才有機會扛得住 這邊騎士的一個數量 那目前騎士數量是六隻 那老鷹的話 建議到二十隻左右 去包夾的話會比較容易打得贏喔 不然這個數量上 還是有可能會被 打輸的喔 好 這邊直接拉工兵往前 當然騎士果然被大量老鷹包夾掉 這邊騎士數量只有少量四隻 遇到剛剛十幾隻的老鷹喔 有點扛不太住 但至少可以讓工兵喔 掩護走 但工兵現在數量也不夠多 只有九隻 這邊拉打的效果其實並不太好 老鷹的這邊傷害喔 還是搓工兵搓得很快速 最後只剩下七隻的 工兵活了下來 後面這隻騎士可能會被招掉 因為剛剛理得太近了 老頭順利招翔到了一隻騎士 但後方這隻騎士可能不會放過這隻老頭喔 老頭必須死喔 OK 一刀 兩刀 三刀 哇 這個老頭沒有防護力喔 就算不升一攻喔 騎士也可以三刀收掉 收掉之後就趕快回頭喔 待會自己家裡喔 要不要下個修道院補個騎士的血量喔 也就要看波斯這邊要不要轉喔 或是直接轉3TC開弄 對 開弄然後轉修道院 OK OK 這個正常打法 沒問題 好 那以上這些喔 就是波斯一個比較常見的流程喔 目前為止喔跟我都還蠻像的 遇到老英國的話 我也是打工兵加騎士喔 因為你打槍兵或是劍兵喔 都很難打贏喔 而且打劍兵還有一個缺點喔 就是沒有主動權 打騎士的話 你還可以去追對方喔 好 這邊想要直接老英飛進來 直接先收掉門口的工兵沒有問題 工兵被追逐有點麻煩 兩隻騎士去往左邊追逐 好 那把工兵直接收到城鎮中心裡面 但是波斯這邊是3TC開弄的關係喔 所以經濟防禦來說還算不錯 為什麼這邊沒射箭 只有一村在裡面 這邊被波拉三村來打架 但是騎士也是衝進去防守一波 老頭在外面 沒有事情可以做 也不敢往波斯家裡走 但是這邊老英喔 還是順利戳掉兩隻村民 後面城鎮中心村民太少 射箭根本不會痛 一隻老英抵三村 算爛了 三個擊殺 OK 那波斯即使死了三村喔 但村民住 依舊還是領先阿茲特克的這邊 阿茲特克這邊甚至異激農 都沒有點喔 這邊有點傷經濟喔 這個至少點個異農喔 不然這個經濟力量真的太慘 那為什麼阿茲的老英爆會很強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工作效率很快 老英的生產速度非常久 但是阿茲特克的軍營的工作效率是更快一點的 而且老頭也很強大 這些老英的這個單位喔 肉量需求很少 所以只要爆挖黃金喔 然後把這個二級挖金阿 一級挖金阿 全部點上去喔 爆殘老頭加上這個 自己的老頭 就很老英喔 就全部黃金兵嘛 然後再加上這個工程器製造所前要 所以就是一個阿茲非常強大的一個進攻方案 好 那目前看到波斯的TC 閒置來到7分鐘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 邊打邊弄就會有這個問題 這個真的沒有辦法 邊打邊弄可能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好 那阿茲特克這邊目前這個反打打得還不錯 這邊立刻就有兩隻騎士倒地第三隻也被打掉 阿茲還有十二隻的老英在前方 但是波斯這邊轉出了老頭 但這邊老頭的用意喔 並不是要來針對老英喔 因為老英本身有抗著想的能力 而且他打老頭的傷害是有額外增傷的 最主要的拿來用處是喝制對手 還有來補自己的騎士喔 去做一個補血的動作 並不是真的是想要拿老頭去克制老英的 那這也是老英很強大的地方喔 基本上你遇到騎士還可以用老頭 但是遇到老英的話就沒有辦法 好阿茲這邊直接點下宗教狂弱 增加一下老頭的移動速度 還點下來槍斃的升級喔 這樣阿茲老頭的存活率就可以再提高了一些 好老英看到這邊有個洞 要直接衝了嗎 好沒有直接衝反而是往左邊走過去 向上承認中心 回頭 但是後方有承認中心在輸出 好招搶了一個槍斌 但外面的騎士應該是逃不掉了 好左邊又圍了一個大師牆 果然前壓投石車 老頭老英投石車 這個就是阿茲的生頭戰術 然後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可以轉肉馬或是奴炮 或是投石車反擊喔 當然工程系列部分要小心阿茲特克的救贖思想 好當然是挖城堡出來防守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還是需要一點兵喔 在家裡防守 欸這個POSE這邊 被迫轉常見兵喔 點了攻擊技術 攻擊技術點下之後 民兵的肉量消耗 就會再更平一點點喔 就可以產出大量的民兵器喔 去正面扛住老英的壓制 好 因為這麼多槍兵的話 出肉馬是解不掉的 波斯轉裝甲步兵 這邊反應我覺得很OK 因為轉裝甲步兵的話 這邊步兵就要再補一些軍營 肉馬的部分還是要出一點喔 是要來針對後方的兩個老頭 好 騎士直接往阿茲家裡送 這邊送的非常漂亮 這一波騷擾 直接直擊阿茲特克的經濟中心點 這邊大量的農田沒有辦法工作了 村民差距也被打了出來 現在是87村對上70村 這邊老英也是不甘失落 直接衝進去 我也不管你有沒有城堡 直接衝了農田一波的村民 擊殺掉了一些 好 這邊有更多老英衝了過來 但是裝甲步兵沒有支援 可以升級為常見兵 但裝甲步兵的傷害現在是6加2發攻的傷害 跟英勇士傷害是一模一樣的 血量指出老英10滴血 好 裝甲步兵這樣互打有點虧喔 常見兵還是趕快補一下 但現在是數量至上喔 數量先扛住更重要一點 脖子這邊再次拉了一些騎士 繼續往裡面衝 這裡的騎士沒有送掉 打的算是不錯了 但是長槍兵過來之後 可能會扛不太下 趕快要繼續拉打會更好一點 好 正面的衝車頂掉了外面的建築 左邊再補了一個4級 才可以做一下天地調節 有人會說 波斯趕快出戰象去扛老英喔 但出戰象很容易被老頭給招降掉 這個戰象變成貝骨仔 就不得了了 真的是不得了那種 你要扛回去沒那麼簡單 當然你也可以用老頭招降回去喔 按招降大戰來說還是阿茲喔 比較有優勢一點的 OK 這邊用裝甲步兵擊退了回去 裡面的老英被打噴了出來 波斯人這邊的村民處還是領先 就12村對上87村喔 這邊並不是打生頭 是打一個生衝 生女加衝車的路線喔 那這個路線來說的話 壓制對方城鎮中心的威力就少了一點喔 而且對方攻兵也是會比較好過一些 所以我覺得打生衝喔 不如打生頭喔 生頭更有破壞力一點 而且投資車可以更安全的喔 攻擊城鎮中心喔 給到更十足的壓力喔 但是阿茲特克喔 看到波斯這邊轉長劍兵之後 並沒有想要繼續升壓的意思喔 反正自己也是轉住了長劍兵 想要抗衡對手 那以長劍兵互打的情況下喔 波斯人可能就會劣勢喔 因為人家畢竟有這個 產生單位的一個加速的效果 這邊想要壓寶 但是壓寶能成功嗎 對方步兵數量很多 就一定要壓在這個高地上 波斯人看到對方有這麼多長劍兵 還是想要開打嗎 那兩邊長劍兵數量其實差不多 11隻對上10隻 兩邊數量其實是一樣的 長劍兵兵的數量是 決定於這場比賽的獲勝關鍵 但是有穿雜一些長劍兵在旁邊防守 OK 這個城堡還是蓋好了 原來的村民實在是太多了 20隻村民喔 剩下村民直接躲到城堡裡面防守喔 村民放出來 村民直接挖木頭 繼續開農 波斯這邊喔 也可以考慮直接農上去喔 就開始斷兵了 給波斯這邊更大的壓力喔 可以不用出這麼多兵了 你看停兵了 OK 因為為什麼要這樣子 這個稍微講一下這個邏輯阿 因為你已經 對方已經已知你這邊壓寶失敗了 那你這邊要再投資更多的東西 去攻擊正面的話 那就有點落入對方的下懷了 因為對方已知你想來前壓有這個攻擊意圖 勢必會轉出更多的單位喔 去想要去防守 那如果這時候你突然壓一個寶 欸 然後突然轉龍 那對方會發生什麼事情 別說奇怪你的兵怎麼不過來 我出了一堆兵等你 結果你不過來 阿那我這邊是不是白出了 對不對 阿如果你波斯人的話 你就可以喔 趕快升到帝龍師帶 打出這個科技差距出來 那這個就是一個心理戰的部分 稍微補充一下 因為 有一些觀眾 不太清楚我講這個是什麼道理 這個道理就是 轉手為攻阿 用人 講人話一點 就是轉手為攻 本來是進攻的那一方 突然變成手勢了 那當然這個手勢也並不是真的防守 而是一個更加進攻的方式 升到帝龍時代之後就反擊回去了 那如果升到帝龍時代 現在波斯人又有這個波斯弓兵的話 阿茲特克就會很難受了 雖然阿茲特克也有這個 直毛器戰毛兵喔 可以反制弓兵回去 但人家的弓兵是不需要黃金的 那你的戰毛兵攻速比較慢 波斯的弓兵 攻速也蠻快的 好 長劍兵直接阿茲回去 阿茲特克直接補下了板甲 哇 你看這一坨兵完全沒事做 1965滴血 結果 啥事都沒有 連續燒我都沒有 因為他害怕急 還一直覺得 波斯會從正面進攻過來 但他其實根本沒有 想要進攻的意思 他就只是小打小鬧 欸 進射城囉 老頭可能會被城堡射掉 哇 直接要來手撕城堡嗎 後面按了兩台衝撐 想要來開頂 城堡很努力再輸出 後方的長劍兵 長劍兵也確實損失大量 城堡已經擊殺了13隻的單位 但是這邊長劍兵並沒有想要撤退的意思 還在繼續往前 城堡的殺敵數來到驚人的22隻的數量 連老頭都要擊殺掉了 哇這邊老頭擊殺掉之後 後面這個老頭能跑得掉嗎 波斯這裡沒有在控城堡 很努力的在圍了正面 不想讓長劍兵進來騷擾後方蓋圍牆村民 好長劍兵繼續往前下水餃 感覺對阿茲特克並不是很友善 這兩台衝車要是拿不下來 這一波的進攻 可能阿茲會有點落差了 現在是波斯打城堡時代的 波斯打城堡時代的阿茲 而且這邊損失非常多的長劍兵 後面的弓兵也在輸出當中 想要來射掉這邊的衝車 但衝車後面有兩隻村民在修理喔 不知道波斯有沒有看到 趕快拿城堡去射一下 或是拿這個弓兵射一下 城堡應該射不到 我要拿這個村民去射後面衝車比較重要 波斯這時候點下了弓兵台架 波斯弓兵直接升級上去 弓兵直接升好升滿 阿茲特克看到這個情況會怎麼決定呢 這邊是按了兩台巨型投擲機 開始拆除後方城堡 先跟城堡並拿到下來 阿茲特克殘暴勇士的這個慘人 就更差一點點了 但第一時間升到地獄時代之後 馬上補下了二級射 可能是想要來轉戰毛兵了 你會說阿茲轉強弩可不可以阿 當然是不推薦阿茲的強弩是沒有拇指環的 打起來是偏弱一些些的 應該說價值喔 這個價值來說並沒有這麼好 這邊還轉出了一些火槍 幾隻村民想要拆掉沖車 沖車上面的人一下來 對著村民一戰爆打 直接收掉兩村 剩下這些步兵單位 可能也要被收掉了嗎 不過上面轉出了一堆肉 開始在反擊阿茲特克這邊的村民了 那村民術來說 現在是阿茲特克這邊領先 140村 對上坡是120村左右的村民術 村民領先約20村 積極量來說 是阿茲這邊有暫時領先的趨勢 好 那這一波 這個是誰啊 按了一堆哨塔 這個是什麼奇怪的嘲諷嗎 還是他想要蓋一個字出來 好 這一波操作 讓阿茲看了個懵逼 哇 你幹那麼多操燈想幹嘛 好 這裡轉了戰防兵跟槍兵 開始全部出垃圾兵防守 但村民還是被大量的弱馬給擊殺掉了 這邊弱馬有點威猛 好 這邊射掉了一些毛兵 好 阿茲終於行到地獄時代 三級的步兵板甲先升了上去 那遇到大量火槍跟弓兵 阿茲的選擇 最好是要以老鷹為主 老鷹搭配戰毛兵還有槍兵 這個打法會更適合一點 好 那馬上升了老鷹 加上了這個雙手劍兵 那雙手劍兵的話 阿茲特克他有一個不錯的效果 是因為他有軟甲技術 工兵的防護力稍微好一點點 而且造價來說 比這個老鷹更省一些黃金 肉類消耗也沒這麼的吃緊 可以馬上爆出大量兵種 雙手劍兵 劍兵有事可能會更加適合 沒有錯 好 這邊有更多肉麻往前爆 波斯的工兵夾火槍兵 還在往前推進當中 擊殺掉了一些單位 阿茲這時候轉出了 大量長槍兵 但龍冠戰爭 金冠技術 要不要找個機會點一下呢 這樣可以讓槍兵更強大一點 哇 看起來波斯火槍加工兵 就要快要把阿茲給收掉了 阿茲這邊很努力的在防守 後面有幾隻村民還是被收掉了 波斯這邊肉麻打得非常漂亮 阿茲的村民是不是開始往下掉了 但是並不太明顯 因為他村民還是一直在暗的 好 賣了一堆肉 換了一堆黃金 要來轉老鷹開飛了 金銳英勇士 開始反擊回去 應該問題不大 而且這裡有這個城堡在喔 那如果可以再補下彈道血的話 會更好 城堡的防禦效果會更扎實一點 好 波斯 波斯點金銳戰象 哇 金銳戰象各位 OK 這一把有得看喔 金銳戰象 這個打法要搭配金冠相夫 相夫可以增加金銳戰象的移動速度 波斯點這邊的打法 現在是肉麻配上弓兵的路線 那待會阿茲遇到戰象的話 唯一的解法就只有槍兵喔 然後配上自己的老頭 才能解得掉 那如果他這個時候 把大量黃金轉成老硬的話 待會老頭可能會有點難慘喔 好 金銳戰象出來 左邊這根城堡蓋起來 但是被抓包 家裡的肉麻加弩兵火槍 還在農田處燒老當中 阿茲沒有第一時間把軍隊 拉到家裡防守 反而是往左邊往全力衝刺 想要抓到這邊蓋城堡的村民 這根城堡應該是蓋不起來喔 這邊的兵量實在太多了 等到90%就是極限了 好 92% 93 A93都不到 停住了 好 這時候金銳戰象已經出來 金銳戰象第一時間要往哪裡送呢 往中間戰場嗎 還是往家裡送呢 往家裡送的話 感覺是不太明智的喔 因為移動速度慢喔 可能用剛出來的戰象去防守 就差不多了 那其他戰象 開始往敵方家裡送 會更好一點喔 好 看到戰象出來 長槍兵戳戰象的效果還是不錯 戳掉了一場 一頭戰象 但是戰象的正前防守傷害非常高喔 一隻戰象有24點傷害 比遊俠還要痛 哇 兩下一個戰毛兵 劍瑞戰象的威力已經開始展現出來 阿茲特克遇到戰象有點不知所措 這邊要展出更多的槍兵 但是正面的部份已經快被擋了下來 大部份的兵已經被漏嘛 加上自己的戰象給解掉了 雖然這邊老鷹喔 還是擊殺掉了一些村民 好 但這邊戰象開始集結起來 14隻的戰象 好 往前了 不想理家裡的問題了 沒有錯 往前送就對了 這裡的漏馬加槍兵 已經快把農田全部拆掉了 這邊控田控的蠻成功的 或是這裡按了更多的漏馬 稍微防守一下 OK 解掉老鷹 好 這裡遇到了非常大量長槍兵 長槍兵這個時候已經 點下了三攻 但是龍冠戰爭還沒有點 儘管技術沒有補下的情況下 還能抗衡戰象嗎 但是戰象這邊直接拿到高地優勢 直接高打低反擊了第一處的長槍兵 長槍兵在後排一陣倒光 阿茲特克這裡並沒有展出任何的老頭 反應能力似乎有點 慢了一擊拍喔 老頭沒有機會可以按出來 講用全力長槍兵去防守 但是長槍兵跟擊兵比起來 這個防大象的效果還是差了一點點喔 沒有辦法第一時間把這坨大象給 給戳掉阿 戰象直接無情開A也不空了 就是一直往前讓他自由開打 哇這邊戰象打錯也很痛 重裝長槍兵 只能扛兩下高打低就被打死了 終於這邊拿到高地優勢的長槍兵 戳掉了一隻戰象 但戰象數量越來越多 中文轉出的老頭正是慢了好幾拍 才想到有老頭這個東西 但最後還是打出了聚聚 波士這波戰象Rush衝得非常漂亮 這個Rush一個衝鋒 直接把阿茲打一個措手不及 但是阿茲這邊很明顯出現一個失誤 你就已經在這邊看到大象在防守了 卻家裡沒有產出任何一隻老頭 直到對方這個戰象衝到你家城堡面前 然後把你的長槍兵全部打掉的時候 才按下老頭確實已經是為死已晚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波士這邊拿下了黃金的勝利 贏了將近6000黃金非常的有錢 但他也沒有轉優小 直接轉戰象 那阿茲特克則是食物 贏了一些些 木材贏了一些些 波士這邊經濟效率贏了一些些 但是他是輸了基本的兩個資源 那目前看起來關鍵還是波士戰象 一出關之後完全沒有東西可以扛得住了 阿茲的老頭這個也沒有成省出來 想要用這個自己的老鷹去反制敵人 反而是有點弄巧成熟 把這個黃金全部投資掉 並不是一件好事 沒有辦法整出其他單位來打 好啦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掰掰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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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